制度化的协商有往有来 这样的一个对等尊严的安排 就是强化主权 不是像我们社会或者是反对党的声音 认为说这个是主权套工 刚刚好相仿这是强化我们的主权 因为过去想做都做不到 对方来了因为他不否认你 不回避你所以他来了 那我们的国旗飘扬在每一个会议的 就是只要他原来在哪里就在哪里 并没有政府并没有把它拿掉 绝对没有把它拿掉 那我们在每一个协商的议题上 包括大三通 包括海运的直航空运的直航 我们都这个是 我们都非常在谈判协商的过程当中 我们非常关注的跟最后的结果呈现出来的 就是我们要护卫住台湾真正的这个利益 所以从结果论 以及从民调所显示 从这个民调在江城会 第一次江城会第二次江城会 民调所显示出来的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民调 绝大多数超过60%以上的民调 都认为说我们的协商 我们的协议 并没有伤害到台湾的尊严 也没有伤害到台湾的主权 所以民调也会说话 也就是说陆委会在推动两岸关系上 我们每一个步骤 一定是以对等尊严来做所有的相关的安排跟推进 那这个前提就是台湾国家的安全 比如说当时社会沸沸扬扬讲说 哎呀我们要这个节晚取值 所以我们一定会穿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直航的这个航路 一定会穿过海峡中线 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演练区 航空演练区 可是事实上结果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绝对不会的 政府会以国家安全为最大的这个考量 这是第一前提 不相信 结果你看这个成果出来了 果真我们是从北线 是从Burba往左 我们完全跳过了这个 越过了 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去碰触到 航空国防的这个航空演练区 但是这条航线又是直达的非常快 所以桃园到上海之间变成 一个小时又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 这样的这个原则 我们从每一项的政府的政策跟措施里头 我们一步一步的在推动 这个就是我们掌握住 以台湾为主 对人民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因为大钱